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梁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就在刚刚北京时间15点45分 那么中国顶级流量的 曾经是顶流别人无法预约的男明星吴亦凡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一审宣判了 一审宣判了 那么跟咱们的预期是差不多的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一说 那么我们说这个事情也是很客观的 也是起到一个教育的一个目的 因为要符合油管的政策 不能够公众人物或者明星搞任何的网报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讨论这个事情 我知道涉及到这样的明星 油管的审核员也会看的 人工审核员也会看的 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脏话粗话 或者说对人进行谩骂攻击 搞网络暴力 这一点我们首先先打招呼 先说一说 因为很多次吴亦凡有粉丝 他肯定会说到他明星 他肯定会不满意 但是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一说 好了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情况 被告人吴亦凡强奸 聚重淫乱案一审宣判 2022年10月25日上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重淫乱案 对被告人吴亦凡以强奸罪 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附加驱逐出境 以剧重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恕罪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 附加驱逐出境 因审理查明被告人吴亦凡于2020年11月至12月间 在其住所先后趁三名女性醉酒后 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之际 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 2018年7月1日 吴亦凡在其住所 伙同他人组织另外两名女性酒后进行淫乱活动 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 吴亦凡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聚重淫乱罪 因依法并罚 根据吴亦凡犯犯的事实 犯罪的性质 清洁和危害后果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加拿大驻华大使官员也旁听了宣判 那么从两年前开始啊 这个吴亦凡就一直被受压在朝阳看守所 朝阳看守所 那么看守所里面的日子很难熬的 那个里面啊 三教九流啊 都是些社会的渣子啊 是不是啊 以前老兵也是看过一段时间看守所啊 对不对 我对这里面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每天那里面进进出出 都是社会的啊 最邪恶最坏的那些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在那个监设里面啊 十几个人在一个监设啊 环境相当的恶劣 每天就喝点薄粥汤 吃点萝卜干啊 这么这么大的包子 你要你是要花 你想吃好就这么大的包子 花钱买啊 反正都是那个 每天会有一些 那些间外啊 能员啊 这个拿着这些东西进 拿着这些饭菜进去吃 每天啊 都要坐在那边听啊 条令条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几条第几条第几条啊 这个啊 看守所的和这个监议里面 都是听的是一样的 所以无疑凡才 这个里面待了两年啊 真的是非常难熬的 那个鹿子上面臭烘烘的啊 这里面睡觉啊 这个很多大呼噜磨牙 说梦话的啊 而且这么多男的独处仪式 那里面夏天都很臭 冬天更是更臭啊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爱 我们的这个啊 娱乐圈顶流 在这里面待着 是非常难熬的 现在把他给判了 其实是一种解脱 一种升华啊 那么一审宣判的这个结果呢 也并不出意外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呢 啊 都有证据 都有证据啊 人家这个杜美竹啊 也是挺有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想法的啊 想要这个啊 因为这个杜美竹 他是个天蝎座啊 天蝎女啊 妇很黑啊 而且这个啊 这个有仇必报的啊 当他想要对你进行复仇啊 尤其是在感情上 你欺骗了天蝎座的女人啊 你会很惨很惨啊 对吧 天蝎座的男的也 也是这样的啊 分了分了你非常非常的惨啊 所以说他就被被这个天蝎女给报复了 然后 当然他也活该啊 然后他就什么 他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那么被逮捕 那么他强奸罪在中国 基本上都是十年啊 这个十年十一十二十三这样子的 他差不多是十年到十一年 我们以前在 部队的时候 有一名战友 他也是出去 利用这个休假的时候啊 去这个 也是啊 这个强奸 强奸判十二年 强奸判他十一年 强奸判他一年 啊 所以说十二年啊 这个是在中国 这是一个惯例啊 再加上你这个聚众淫乱啊 再给你再追加个啊 一到两年 然后两到三年 差不多 那么吴亦凡呢 最完全是咎由自取啊 你身为一个啊 对吧 娱乐圈的顶流 应该是洁身自好的 对不对 而且也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啊 去得到这些啊 信啊 对不对 你用灌酒的方式 在追对他人的侵犯 这个是在任何国家 都是难以容忍的啊 所以说 家里有女儿的啊 一定要看紧自己的女儿啊 有的时候 分为一个父亲啊 你不能说他女孩子嘛 你不能说他大了 你就不管他 对吧 你也要知道 他今天到哪里去了啊 尤其是今天 对吧 你女儿说他不回家啊 或者怎么样的 那么你其实也要啊 关心一下 问一问 有没有危险 因为现在啊 物欲横流 各种诱惑啊 是不是啊 身为父母的 应该要啊 这个知道自己女儿的这个心中 啊 因为你女儿可能没什么坏心眼 或怎么样 但是现在坏蛋啊 有有点多啊 尤其像吴亦凡这样的坏蛋 啊 以这样的方式 对吧 就去这个啊 这是很不光明磊落啊 也很也很邪恶 对吧 然后啊 身为公众人物啊 居然这个不知道 对吧 这种事情的影响力啊 所以说 他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啊 觉得并不奇怪 并不奇怪啊 所以说老病还是这里讲的 对吧 因为看我节目的 有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对吧 根据油管的政策 我们也要起到 也要求我们这些博主 起到一个教育引导的一个作用 啊 但我也就说 你家里有女儿的 在他成年之前 一定要看紧了 啊 一定要看紧 真的 这个是必须的 很多人说 生了女儿可能就 省力了 小面儿了 以后也就嫁龙了 我也不用为了 生儿子要奋斗房子 但生女儿 你更要看紧了 免得他被人伤害了 作为一个父亲 尤其是 要这个树立起 一个好的榜样 是不是 你既然生出来了 你一定要管他 像有的地方 重男轻女的 对吧 女儿就不管了 或怎么样了 这是不对的 好吧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是要说一说的 尤其是要做一些正确的引导 也让他识别 哪些人是坏人 哪些人是渣男 是坏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你自己 对吧 如果你是一个挺渣的 或者说你是个二法男性 你更应该 让你女儿 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要吃亏 那么我也说了 吴亦凡呢 这个案子 这个刚才这一部分 是人情事故的这一部分 那后面一部分 就跟政治有关系了 那么以前呢 他出这个事情的时候 老兵人就已经做过节目了 我说得很清楚 我说他 在中国 并没有开到一个好头 为什么 因为 在他的崛起以后 中国的娘炮文化 小鲜肉 白面疙瘩 去雄化 更加的加速了 一时间 社会当中 尤其这些资本 捧了非常多的 这些小奶狗 娘炮 小鲜肉 都是这种 男性加速在女性化 加速在女性化 没有阳刚之气 整个社会 在吴亦凡的 这样的明星的带领 带动之下 都是那种软绵绵 娘炮兮兮的 这种感觉 所以说呢 国家也是意识到了 这个东西啊 它不是说 流行文化是 跟政治无关的 日本这个国家 韩国这个国家 对吧 这个社会 为什么会如此的 男性群体 会越来越伪 越来越娘 就是从娱乐圈 它是有这个 意识形态 政治灌输在这个里面 白左那个思想 灌输在这个里面 所以说 你看现在日本男的 没有阳刚之气 都留着长发 对吧 而且整个 那个腔调 都是比较伪 所以你说什么 日本搞军国主义了 日本什么 天天叫嚣的 要军国主义 要什么修宪 我们根本就不会担心 因为都 基本上都是石草男 对吧 再加上日本的 这种女权主义的盛行 韩国也是啊 对吧 女权盛行 男的 对吧 很多都是这种小线路上 韩国就有一个好 好在啊 这些人 三十岁之前都要当兵的啊 那之前 在娘炮 在娘 就要到部队里 滚他一下子 他那个当兵 也不像台湾草莓兵啊 两三 两三个月 四个月啊 四个月就完事了 对吧 人家那个 一当都要当个两年 一年吧 还是两年 对吧 他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所以说 他们男性 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 他可能这种小娘炮一样 但是一旦 部队里出来以后 他马上就会 对这个东西就 就也就那样了 也就那样了 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啊 就是被维多利亚压榨的那种状态 那中国呢 对不对 你那段时间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对吧 国家管控了以后 稍微好一点了 社会当中 我看这种小娘炮 身边这种小娘炮 或者马上 就是开始少了一点 像以前的小娘炮 贼多了 天天在那里 这个头上弄的脸 白面疙瘩一样的 是吧 这个对你一个民族的男性的毒害 是相当严重的 再加上他的私生活如此不检点 涉及到犯罪 那不是不会说 因为你是大明星 你就是有特权 你就可以特殊化对待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这个 吴亦凡 凡凡 他现在就是被 法律给审判了 被法律给审判了 而且这个背后 他们那些资本 背后又是想通过他 去做这样的 去雄化的这样的事情 这个 就是中共一直都讲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个阵地 要坚守住 你别看 他不就唱个歌吗 不就弄一个嘻哈吗 不就是穿个吊洋裤在那 这样弄两下吗 对不对 有什么危害 你看危害可大了 也是从他开始 之后的 那个娱乐圈 就变成了这种饭圈文化 非常恶俗 动不动就是 引战 把小孩都给教坏了 每天的小孩都是 去这个 小小年纪 对吧 不学好 不知道去做个好人 天天在那边 为了自己的明星 去攻击别人 谩骂别人 讽刺别人 说大量的垃圾话 脏话粗话 对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 明星他们又是 叫你去买这个 买那个 非理性消费 信用卡透支 追星 都是从这个 无异凡 他这个 无异凡属于一个 现象级的一个明星 他是现象级的 因为他带来了 一股大的风潮 改变了整个圈子的 游戏规则 改变这个圈子的 游戏规则 所以说 后来这个娱乐圈 就越来越什么 越来越偏了 先是让你什么 去雄化 以后呢 就开始什么 玩单改剧了 玩单改剧了 两个白面疙瘩 拍的那个剧 对吧 你就差 你就差在电视机上面 上演索多玛的120天了 上演索多玛的120天 差一点就把成都的 线下的这些东西 给他搬到了线上来了 搬到线上来了 所以你觉得这种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首先打掉你们的阳刚之气 然后再挑出来战狼这个词 说你战狼外交 你中国搞战狼 战狼是不好的 战狼代表的鲁莽 冲动暴虐 代表野蛮 无精的这种形象 是不能够被推崇的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让你有了 民族有了这种战狼的属性 狼性都像无精那样 那种形象里的那样子 那对他们西方来讲 是多么可怕的 对周边人来讲 是多么可怕 但如果说你的男性 都像凡凡那样的 那你将会不堪一击 击溃你 将可以随意的击溃你 战败你 你都是伪的 阴盛阳衰的一个社会 所以说你看 国家及时的出手 这一点还是要值得 给中共点赞的 这一点确实一直以来 也是我们非常看不惯的 我们也很怨恨政府 为什么不去打击这些人 像高晓松这样的 历史虚无主义者 大行其道 对不对 像老梁这样的 隐藏的公知 打掉要打倒雷锋的 这样的人 他居然也能够在中国 电视剧上讲来讲去 像金星这样的 对吧 我也就不多说了 对吧 他也可以大行其道 现在他们这些人 都要给他们封杀掉 所以吴亦凡事件 他的成功跟引领的潮流 他是一个现象级 他的倒台 那段时间 包括赵军旗 包括张哲瀚 对吧 包括这些什么高晓松 是同一时间一起 全部都倒台了 那段时间也是 包括马云 也是那个时候在整肃打 对不对 这一切背后都是 以腾讯系跟阿里系 为傀儡的中国资本 在执行着 执行的 海外可萨的一些政策 来对你进行 五胡乱花钱的宣传 要打掉你的主体意识形态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事情 它不单单是 它虽然是一个案子 一个强奸案 但这个强奸案的背后 有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要一层一层去给它扒开 抽丝剥茧的 一层都给它扒开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去了解这个事情 它背后的事情 你就一清二楚 咋回事 好吧 感谢各位收视看 我是罗宾拉 喜欢你的连续估计 谢谢